《花蓉》是由居靖一、郭俊臣、刘东沁等主演的轻骨风仙侠剧 讲述了女主未知与男主炎月历经三世孽恋 终破除凤凰涅槃将毁灭三界的浩劫宿命 携手改写天道的仙侠故事 《花蓉》即将收官 在最新剧情中 摩尊木南下线 天地杀入魔界为了铲除凤凰未知 真是心狠手辣 连亲儿子都不放过 未知再次爆发了凤凰力量 最终两败俱伤 三人重伤昏迷不醒 未知陷入了沉睡 天地被冰封 阎落当了新天地 没有了天地这个祸害 这个世间总算恢复了太平 然而这样的太平太短暂 天后却想尽方法救天地 让天地苏醒 然而天地苏醒并不是什么好事 再次给三界带来了灾难 天地还想着斩杀凤凰 为自己续命 然而天地苏醒 修炼了禁术 因此用禁术控制了颜月 让颜月再次斩杀凤凰 未知涅槃成神 两人相爱相杀的宿命重新上演 颜月被天地控制要斩杀凤凰未知 未知为了解开天地的禁术 将花蓉注入颜月的体内 花蓉离体 凤凰陨落 颜月被解开了禁术 恢复了记忆 未知灰飞烟灭 颜月再次痛失所爱 然而阿牙最终为了救未知而牺牲 阿牙本是颜月用药欲所化 里面有未知的一丝精魄 最后阿牙为了成全颜月和未知 唤醒了体内未知的精魄 未知复活 阿牙也因此灰飞烟灭 总而言之 天地这个大反派 真是坏得太执着 万年来一直都想除掉凤凰 还打着为三界苍生的幌子 干着灭绝人性 残害无辜的事情 天地真是坏事做绝 不过她的结局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最终被未知和颜月联手消灭 不过阿牙的结局真的一难平 为了成全未知和颜月而牺牲